又到了小米成熟季節 也是花蓮市各部落 封連祭陸續展開的時節 30號在花蓮市舉辦封連祭 包括了港尼安還有新夏部落 讓不少在外地工作的部落族人 都回到家鄉 參與一年只有一次的傳統祭壽 國興裡港尼安部落族人 在頭目張景雄等人的帶領之下 跟隨著領唱人員的歌聲節奏 30號上午在臨界公園 環境封連 花蓮市長魏佳賢也特別協同 原型課長江景賢到場 並執政封連祭活動補助金 那今天我們參加 花蓮市第一場的一個封連祭 也是我們港尼安部落來舉辦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張景雄頭目跟他的團隊 還有張聖志我們前頭目 共同來把這樣子一個 部落封連祭把它舉辦起來 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導致非常多的部落 無法來舉辦相關的一個封連祭 那在今年真的也很感謝大家 能夠把部落族人們重新凝聚起來 那讓每一個年輕人感受到 我們早期祖先伴侶封連祭的一個緣由 那我們再次要謝謝所有 為部落傳承的每一位好朋友跟祈老 那也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夠 接續上來 未來花蓮市公所也會持續的 繼續爭取相關部落的建設 跟部落的預算 讓我們部落文化傳承下去 讓代表部落的裝置藝術 或者是我們部落職業所來建置下去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 導致華蓮市部落封連祭未能舉辦 族人們等了一年多 終於在今年能夠齊聚一堂 而在30號 除了感念部落之外 新夏部落封連祭也在中山公園熱情登場 讓不少在外地工作的族人也都回到家鄉 透過參與學習部落記憶文化 不但可以凝聚族人跟年齡層之間的情感 也能展現原住民武藝 向下扎根的豐碩成果 施工所表示 後續還有10場封連祭 以及泰魯閣族的感恩祭 都將會在8月底前於各部落分別舉辦 記者徐立晴華蓮市報導